美国经济衰退拉响警报 鲍威尔放歌提振 目前绝非买入的好时机 英国政府立法速度比翻书还快 新法规拟定加密资产属于个人财产 加密货币ATM机火速全球蔓延 线上线下你要怎么选 交易量和用户数双激增 近机的索拉纳 在宫链赛道杀出了条血路 想做以太坊的杀手 好索拉纳还欠点火候 7月29号星期五 B联合在我是Michael 美国经济近期处在一个高烧不断的状态 通胀指数连续的逆天 虽然说新公布的指数当中有所回落 但是依然处在一个历史的高位上 所以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美联储相继出台了加息的政策 尽管美联储持续的加息 可是效果好像并不是立竿见影 对吧 那么还好此前的市场 对于加息的动作有所预期 那么鲍威尔发表了提振市场的言论 以及加息的靴子落地 都给股市和加密市场带来了一丝的喘息 来看一下本次加息之后的市场状况 美联储结束了为期两天的会议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宣布 再次加息0.75个百分点 并暗示央行可能会放慢加息步伐 随后主要股指标升 纳斯达克100指数有望创下2020年11月以来 最佳单日涨幅 与此同时加密市场短时上涨 比特币一度突破两万三千美元 we at the fed understand the hardship that high inflation is causing we're strongly committed to bringing inflation back down and we're moving expeditiously to do so 不过面对鲍威尔提振市场的言论 不少分析言论认为 这对投资者来说还不是买入机会 很多投资者表示 对于急需购买风险资产 并准备购买风险资产的投资者来说 时机可能还不成熟 鉴于全球前景疲软 供应链问题不会缓解 如果美国经济陷入衰退 数字资产将出现更剧烈的抛售 提到加密货币的交易国 大家可能会瞬间想到的是美国 萨尔瓦多甚至是韩国 可是很少有人提到英国 但是要知道 英国政府对于加密市场的拥抱速度 是一点都不比美国慢 从最开始对加密货币未来的看好 到稳定币脱钩之后 英国政府迅速的将稳定币的监管体系 引入了立法 并且在今年的4月份就计划 利用加密资产和底层的区块链技术 来帮助消费者更加有效的进行支付 在稳定币的监管法案落锤之后 英国的法律委员会这一次 又把监管的重锤指向了加密资产 来看一报道 在英国 其负责审查和更新法律的 法定独立机构英国法律委员会表明 希望扩大该国的财产规则 以涵盖加密货币和不可替代的代币 除了在法律上将数字资产定义为 个人财产外 拟益中的改革还可以使加密投资者 更容易通过法律行动 在黑客或诈骗中索赔损失 该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项看似对加密货币友好提案的部分 目的是帮助政府实现将国家变成全球加密货币中心的目标 据了解 英国法律委员会为了容纳数字资产 提议创建一个名为数据对象的新类别 该类别将解释由数据库软件数字记录 域名和加密等电子形式的数据组成的事物 加密货币已经渐渐的成为了社会和现实相融合的一个产物了 虽然国内的加密数字的市场好像还是以数字货币的交易为主 但是在国外已经和现实社会无缝的链接了 很多数字货币的ATM机正在加紧的建设 在未来可能会像银行的ATM机那样的方便 加密货币的ATM机目前为止可以说像野火一样开始蔓延 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数字货币的提款设备 ATM机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根据报告显示全球比特币ATM机的数量在过去6个月内增长了70% 到2027年全球加密货币ATM机市场规模将接近5亿美元 预计未来5年该市场将快速增长 该报告估计从2022年到2027年 该行业的复合年增长率为59% 目前报告对加密ATM机市场的估值为4640万美元 并预计这一价值将在5年内增至4.72亿美元 预计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包括发展中国家汇款和资金转移的增长 货币法规的波动 以及世界各地加密ATM机安装的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另类索拉娜不走分片路 6月份链上活跃用户超车以太坊 索拉娜年轻气盛 承载速度败在档机 从2020年11月到2021年的11月 索拉娜呈现出来了一个爆发式发展的一个态势 链上的锁仓的资产一度超过了120亿美元 排在所有公链的第三位仅次于以太坊和币安的智能链 但是今年以来大家知道 受到加密货币资产价格下跌的影响 在公链赛道排名前三的公链当中 以太坊上的新增的用户数量显示 今年年初以来首次有所下降 币安智能链的日活地址下降了17.9% 而以太坊的表现更差一些 下降了51.8% 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 索拉娜的表现却是出人意料的让人惊喜 来看报道 今年上半年 索拉娜网络上的活跃钱包增长了58% 超过了其他一些区块链 在索拉娜链上 新用户在5月初达到顶峰超过40万 在之后的7天中逐渐下降至24万 此外 索拉娜的每日活跃钱包今年也同样攀升 5月活跃用户超过3700万 6月活跃用户超过3200万 据Crypto Slam数据显示 索拉娜链上NFT交易总额截至目前已突破25亿美元 链上交易量约为247万币 并且近30天的数据显示 索拉娜成为二级NFT销售量第二大协议 仅次于以太坊 月度上涨30% 并且与Rona拉开一定的距离 不得不承认索拉娜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就是NFT板块 这是索拉娜的一个亮点 手续费又低 而且速度还挺快的 所以今年有些时候伴随着索拉娜越来越受欢迎 索拉娜的NFT市场 它的Magic Arden 它的每日的交易量甚至是超过了OpenSea 当然索拉娜的关键的优势就是它运用了多任务并行的方式 提高了TPS 而且降低了相关的处理费用 可是在无数次索拉娜毫无预警的当机的负面影响之下 还是让很多人不愿意使用索拉娜的生态 最近加密风投基金Cyber Capital的创始人 首席执行官贾斯丁邦斯 就在社交媒体上点名批评了索拉娜的顾及 Cyber Capital的创始人 兼首席投资官贾斯丁邦斯 在社交媒体发布长文指出 索拉娜目前存在太多危险信号 邦斯首先强调的就是关于索拉娜多次当机的问题 其次就是索拉娜钱包的安全问题 另外还有索拉娜围绕TPS指标做出虚假陈述 比如SOL网络因执行40万TPS而瘫痪等 当机问题确实是这个号称以太坊杀手工链 索拉娜的硬伤 2021年索拉娜出现过两次重大的当机事件 并且首次超过17个小时的当机情况 2022年1月索拉娜再次出现当机 时长足有30小时 引发了极为广泛的讨论 之后的5月索拉娜先后当机两次 6月初又当机一次 根据索拉娜官方的说法 其主网至少经历了8次性能下降或是当机事故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 索拉娜确实成为了现在攻练赛道当中 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 为什么 它以非常高级的节点的硬件水准 颠覆性的共识机制 还有它的网络传输协议 它将Layer2的扩容叙事是推向了极端的 基本上是触及了无分片公链 可以长期维持高TPS的最高阶段 它的平静了可以说 但是索拉娜多次的当机 似乎也说明了牺牲了可用性和安全性 换来的效率是多么的不稳定 虽然索拉娜靠着它的TPS和SBF等 金融大额的推波助澜 一度成为了资本簇拥下的瑰宝 但是大家还记得EOS的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 也许Web3的世界不需要单纯的靠营销和讲故事提高效率 只有真正具备可用性的供链 才能在历史洪流的冲刷之下 屹立不倒吧 好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的内容 那么今天是周五 周六是我们专题节目的时间 周六专题会跟大家探讨一下 如何从监管的角度来拆解一下2022的共识大会 究竟这些大咖这些行业的监管者们是怎么看待监管 来临的时代的 我们周六专题节目再见 日前Layer 2跨Rollap橋 Obitur Finance宣布新增支持B&B Chain 用户可在B&B Chain与其他支持的二层网络之间 进行以太坊跨链转账 3A级链油BigTime近日宣布推出链油基础设施OpenLoot 旨在通过技术和营销 帮助传统游戏进入Web3的平台 官方举办赠品活动 获奖者可在OpenLoot的市场中领取并交易奖品 FTX US总裁布雷特·哈里森宣布 FTXDAX现已向美国用户开放 所有50个州的居民都可以注册 可交易数百种股票和ETF 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公布的一项研究发现 监管机构可以通过直接查看区块链 来更好的打击网络犯罪 但这需要付出很多额外的努力 几天前 美国总统拜登新冠检测呈阴性 拜登将停止严格的隔离措施 拜登的医生表示 考虑到反弹的可能性 拜登将增加检测频率 10天内 拜登在与他人共处时将保持戴口罩